歸隊就連續讓上比賽開荒的極力極撈 魏全現在把他擺在第二棒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因為最近幾年在數據分析的幫助之下 我們知道第二棒的重要性 比我們以往過去所想的還要更高 你放一個攻擊能力不佳的助攻型二棒 長期來看是很虧的 在第二棒擺強打者 最近幾年在國外已經算是一種主流了啦 例如今年世界上最強的打者Aaron Judge 他在羊擊隊基本上都是以打第二棒為主 而極力極撈在魏全算是數一數二的打者 他打第二棒當然沒有問題 那魏全這邊還可以來關注一下古德溫 上禮拜我有提到說 古德溫的狀況好像還沒有調整好 不過在魏全應該也沒差啦 畢竟魏全的角落外野 本來打擊狀況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古德溫就算狀況不好打的比較差 可能還是會比他們好一些 但是很抱歉我錯了 古德溫真的打得好爛喔 目前累計33個打擊 OPS Plus是-6.8 古德溫去年還在大聯盟打了72場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就跑到墨西哥去打球了 而且打得不怎麼樣 然後來中職之後也還沒看到起色 但是還沒有到開始衰退的年紀啦 他現在才31歲 可是他今年的狀況真的有點迷 魏全也算是有馬上做出因應了 把他的棒次往後拉到第六棒 畢竟還是需要測試他 給他一些上場空間 放置往後拉 至少可以把打不好的傷害降低 最後一隊 來看慘到不行的統一 蘇智杰林安可不在義軍嗎 林梓豪最近陷入第一潮 陳傑憲下半季打得也不怎麼樣 那前一週大爆發的郭富林 最近一週的狀況也直接冷了下來 整隊找不到什麼進攻核心 也串聯不起來 最近的四場比賽 統一從六局開始都毫無公式 我說的這個毫無公式 是真的毫無公式喔 這四場比賽統一在六局之後 連一隻安打都打不出來 能產成這樣也是蠻不簡單的 雪上加霜的是羅昂還確診 所以還要拚季後賽嗎 我自己是思靡 可是我都覺得隨緣了啦 今年就算能擠進季後賽 統一的陣容實在是沒有什麼競爭力 連安可跟素智傑一直打打挺挺 對於統一的進攻核心來說 實在是影響太大了 就算打進季後賽 也不會是中性跟樂天的對手 不過畢竟統一還有機會進季後賽 現在全年戰績只落後未選兩場而已 總不可能有機會進季後賽 還直接給我練兵吧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只是現在統一的陣容 看起來很像在練兵而已 例如上禮拜 有直接推出宋文華出來先發 沒辦法真的沒人了 宋文華那場投的只能說普普通通啦 球速不快 平滑球的控制也不是很到位 所以後來新聞也說 宋文華會被擺回中繼 這週我們應該有機會再看到宋文華出賽 只是我想不會在比分太接近的時刻登板 因為他先發那場的投球狀態 不會讓教練團有太大的信心 好啦 這禮拜的中止海報就講到這邊 最後一樣附上本週賽程給大家參考 中止海報 海報中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volver escape 每一天都六星裏 然後還沒一個綿 快點 東西 對 出去 碰到無敵的地球 北五台十二 非常冷 真是雙彈節的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天氣 零下十二度 Pokemon card 昨天丑的 有了 洞上了 步道 また走 游泳 去迷起事 上班 真的充滿了 那我今天下班 是不是不完蛋 Да 現在 但是,你不想做 你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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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我去衣服 衣服 非常冷 零下十二度 确实不是玩的 不是玩的 不是玩的 我穿了 不穿了 不穿了 我穿了 它不穿了 我穿了 它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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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穿了 你穿了 它不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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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母 空母 就追上 快點 再重開 那不是 60人來 穿了 5 走 去,去给我 感觉圈越来越小了 圈越来越小 运动完之后,来一位健康的大头在这儿 运动完之后,来一位健康的大头在这儿 在运动完之后,为了孩子的健康,去买了 三明治,a sandwich fresh sandwich 我需要给它 OK,那我们再摸开 看着就飞了 待会好 否食人 今天爸爸在记得这个过程的 увидеть 他带着一些年轻胃双 reflection 有这里我的肌肉才可以吃了 家长 divine��亡 让你吃这个吧 你吃这个 我吃這個 你吃这个 我吃這個 你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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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的 你吃 你吃 你吃這個 我去買這個 我買了很多 這些東西 很像 我去買這個 不,可能才弄这个,我把一个都撕 来? 嗯 洗完澡,再来一杯冰茶的咖啡 非常爽,在这个Christmas 好,刚才本来的腰酸背痛,红成乏力,大脑不是特别的清醒,但是很满大 大脑把他拿来,非常不错 OK 现在每天都要用这个振动马甲听几首音乐 用身体来感受这种音乐的符号,感受这种音符 把这个振动量调到最高 然后最近我看这个美剧《继承之战》那里面有一集啊 咱们的主角Candle,他唱了一首这个Honesty Billy Joe,最近在听这首歌曲,非常带劲 建议大家一定要听一下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f you search for tenderness It isn't hard to find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need to leave 哇,每个符号 这种震动 可以用身体感受到这种震动 Honesty Such a lonely world Everyone is so untrue You can have the love you Honesty It's hard to remember No three hours I need From you Never mind 当我打开冰箱 看到我这个熊孩子坐的这个 纯手质的非常带劲蛋杆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 Christmas 圣诞节已经结束了 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过圣诞节 本来想给熊孩子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 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 但是可以吃到熊孩子做的这么担心的蛋糕 这么一想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一家三口 在大冬天 在家里面 窝在被窝里面 自己看自己的 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我们来尝一下 肚子还有点饿了 我们来尝一下 肚子还有点饿了 当然虽然他们做的这个蛋糕没有外面卖的那么精彩 这个造型没有那么精彩那么带劲 外面卖的蛋糕真的是非常的带劲 但是这个味道 也别说 也是感不上外面卖 外面卖的那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柔嫩细腻的奶油 再加上松软的面包 这个面包就有点发硬的感觉 还真比不上外面卖的 但是有一种健康的味道 而且咱们这个上面的材料也是非常的独特 哪一家店里面卖的这个蛋糕上面 会有这个棉花糖 独一无二的蛋糕 现在要带他去吃牛肠 他已经等了后几个月了 每次路过都会趴在门口去看 今天圣诞节给他吃一个 那个太油腻了 为了控制他体重就没给他买 今天咱就给他吃一碗 알았어 저기呀 啊 啊 啊 今天结束了 材料都已经买过 明天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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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吃了 明天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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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做你的 你 有 那 是 是 迫 我 是 两 的 来买的 这个第三杯呢 顺便把这个炸鸡一起给它访问手里给拿回来 反正我这个熊耀胃 还不喝可乐 非常爽 有的吃就不错了 刚才陪他踢足球我太累了 太累了 我的心太乱 要一些空白 梳子也包着这个炸鸡 有的吃就不错了 刚才陪他踢足球我太累了 太累了 我的心太乱 要一些空白 梳子也包着这个炸鸡 哇 哇 非常好吃 儿子尾巴 真的吗 真的吗 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吧 喔 那个吗 花儿节之朗 嗯 这个是 花儿节之朗 嗯 这个是玉花 嗯 呵呵 呵呵 呵呵呵 一下我吃了 它現在溫度是零下十三度 大概是這個方法是 在外面大冬天外面 散一下水 呵呵 阿姨你那天天 我最好 這個顏色很值得 好 阿姨你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你去找我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不要 不用 不是 對 いや 我去找你 你去找你 你去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卷转头发配上烙腮糊 来自多名名家的中信兄弟洋将弗莱喜 到台湾可说是完美融入 身为捕手的她 没有因为语言不同和投手沟通产生隔阂 反而亲切又主动的个性 让弗莱喜跟外援和本土的搭配效果更好 顺服功力大受肯定 很棒 很开心 你能看到他们在招待我 你能看到我招待他们 这是一个很高的经验 对他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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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就是很爱人家访问的时候 在旁边闹 真的好 然后说现在是练久时间 不要再访问了 这个要管 那个要关心 没错 弗莱喜可说是 黄山君里长国的概念 而且阿福和队友感情之好 还会拿许姬红的手机 拍了满满的自拍照 被当事人PO上IG表示 环境真的会影响人 我其实摆了他的手机 然后开始拍摄 我们在健康里面 我们有点时间 我们只是想要有趣 他们在做我的手机 瞧瞧他几眉弄言的 可爱表情相当投入 但被问到下一次 还想偷袭谁的手机时 阿福表示 不不不 我可能会不会再做一次 他们已经拿了我的手机 我可能会不会再做一次 人称兄弟幼稚园 弗莱喜算是成功入园 荣若队友也开心 当个新台客 最后加码送上 弗莱喜的经典代表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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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we go guys W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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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ecue 啦 Santa Barbecue 啦 Santa Wanda 啦 华氏新闻 陈玉瑋 郑雅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唷 然后跟机会 結束之後各隊其實自己的洋將名單也都全部底定啦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談談今年中華之邦五支球隊各隊的洋將名單 有沒有誰能夠成為下半季的關鍵因子 在這邊我們先請到名球評 曹俊陽 曹大帥 牛奶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看到那個五隊的洋將名單之後你內心有沒有什麼想法 特別是你播中信兄弟的比賽嘛 然後中信兄弟又洋將有點大風吹 你覺得這個名單上面怎麼樣 不錯啊 我覺得你目前德堡啦 泰勒還有 台未開箱的奧特羅 包括弗萊喜 那當然可能大家會覺得為什麼要登陸去弗萊喜嘛 就是洋將大限 那我覺得你看這一陣子的衛助總監的用法 其實他都是打得好 那對我們中信兄弟的先發到手 不管是洋將或者是本國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他沒有幫助的話 衛助總監會讓他連續二十五場嗎 我想問弗萊喜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二十五場連續先發 當然我自己覺得是說 因為小聯盟或者是大聯盟賽季比較長 你們看到那些洋將名捕手也都是這樣持續蹲 可是中華中比較少見這樣的狀況 這樣對捕手的體能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負荷嗎 二十五場就將近一個多月了 大概一個多月裡面 我相信一個洋將 教練團要給他這麼多的工作量 我相信洋將一定會接受 那特別是 當然這是我個人認為 前一陣子把他放在二軍 那也就是讓弗萊喜沒有太多的空間 那洋將你讓他有很好的空間表現 他當然吸收啊 所以剛剛也有提到 整個投手群 在他的帶領之下 其實得到很不錯的回應 那應該我相信 教練團應該也有評估到這一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 他跟本土的投手也有很良好的溝通 那中華兄弟當然在洋頭上面有去做一些開箱 那開箱的不錯的是台樂 打算怎麼看台樂這個投手 台樂我覺得 以他最近的兩勝的這個內容表現 我認為非常的好 而且又符合現在中心兄弟的 的預期 那另外我們也從媒體上也看到 其實洋將他也想投 一休息 那又符合董教練跟投手教練這樣的一個做法 而且在過去的兩堂比賽裡面 其實壓制能力還算不錯 那當然我覺得 在洋將剛來到台灣不久 其實還有滿長的一段時間去適應 那如果你讓洋將適應得好的話 可能會讓球隊有更好的戰力增加 因為過去其實中華之上就是 大帥還在當選手的時候 各隊其實滿流行在洋將大線前 就是直接不開箱 就是等到過了之後再開一個新的 那當然像中心兄弟的奧特羅就是嘛 因為邁力德開箱的很差 你如果奧特羅也很差 反正最差就是這樣 那其實過往的歷史當中呢 有像是統一的邦聖啊 Lanew像是戰瑞龍 霸龍 成功當然就是最著名就是 废骨洛 那當然 大帥對於這些洋將有沒有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 就一開箱真的是 喔他真的超強 我對废骨洛還滿有印象的 废骨洛當時其實來 就能夠投一修飾 然後他的投球量 或所謂的投球量 在比賽中吃的拘束非常的多 然後我剛才有提到 其實洋將來台灣要有適應能力 废骨洛跟整個球隊的相處非常的好 那我還要再提另外一個就是海科曼 其實海科曼跟球隊也都相處得滿融洽的 那因為剛剛我們講到開箱都是成功的例子啊 因為之前我們有時候要Re一下 有那個Lanew像是戰瑞龍 我一講名字都沒有人記得 除了戰瑞龍可能大家聽都沒聽過之外呢 義大那個時候其實也有很多克制備的洋將 包括後來取代希克的尼克 講話很大段 尼克這個投手 到底有什麼厲害之處 可以最後把希克給取代掉 當時我在二軍 那一軍的教練團會取代希克 我相信會不會 當然我沒有參與教練團的 這個所謂的選洋將最後的決定 那因為希克他確實有不錯的壓制能力 但是大家都知道希克 只要你讓他到一壘 相當於跑者到二壘 他不太會丟一壘 他牽制能力算是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即便他是左頭 其實各個跑者看起來也是很容易判斷 他都分類或者是一壘 大家會想說那用一克來取代希克 我個人認為其實 尼克那時候開箱三勝三敗 尼克當時的速度沒有非常的快 但至少他能夠控制場面 我相信控制場面是每一個教練想要 洋將都能夠控制場面的喔 所以我不認為當時的尼克是一個 算是比較差的 比較不好的這個案例啦 所以等於教練團那時候的考量是 你要選擇一個可能讓人家打不好的希克 還是要去選一個 因為比賽一定會有人上臉至少 能夠看管跑者的尼克 等於在這兩方面去做一個抉擇就對了 那回到今天中華的地方 像是童醫師 其實克維斯一先發的時候 有點讓大家驚豔 特別是他的那一根變速球 那大帥怎麼看克維斯這個投手 確實克維斯其實他第一場投起來貼貼撞撞的 但是你從他的所有的數據 跟他的投球的狀況 剛剛牛奶你也提到他的變速球非常的好 而且他變速球還可以取得好球速 然後在好球速率先的情況下 甚至都有很好的引誘性 所以當然直球你看他 150到底現在快不快 我也很難說150的直球速度 到底是快還是慢 但至少能夠在150的速度裡面 再加上有很不錯的變化球種 甚至是變速球 以他目前來講 我最看好他的是變速球 跟他的失極速的能力 那因為童醫其實他的洋將陣容當中 有放一個洋砲就是羅薩2.0 那我之前去桃園的時候看到羅薩在練打 樂天所有教練場都在看這個洋砲 就是想要觀察一下他的打擊習性 你怎麼看童醫的洋將安排 因為其實他們有一個柯瑞放在二軍 他們到最後還是會用三洋頭 還是說其實還是會採用二頭一打的陣容 我相信蠻多人跟想法跟我一樣 到最後柯瑞還是會上 投手還是比較重要 對 因為在季後賽 準備季後賽的這一段時間 其實投手扮演得蠻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又以現在羅薩的表現還是普通普通的情況下 那我個人觀察他的變化球還適應的不是那麼的好 那當然可能你讓羅薩再多一點時間來適應的話 或許會更好 但是球團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再讓他 因為下半季 對 下半季而且現在全年度 算是落後一場在威權網這邊 所以當然就是我個人認為 到最後還是很可樂為上 對 像樂天桃園當然 今年他的戰績度 他的洋將陣容一直蠻穩定的 最近其實開箱的必贏多 聽起來就是一定要贏 那當然第一場他就投出了一個蠻不錯的先發內容 也可以讓像是狂威或是霸凌爵去做一些調整 你覺得必贏多有可能會取代任何一個人嗎 還是說要看其實剩下的三個洋頭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狀況才有機會取代 我想可能要出狀況才有可能取代 那如果以現在狂威跟霸凌爵以及豪盡 其實都是還算滿穩定的 那穩定的情況下 一般認為其實在打一個長賽季 那洋將已經來到這段時間了 其實教練團還是願意 剛剛有提到願意給他一些時間 在這些火球的當下再去觀察他的狀況 那假設以狂威跟霸凌爵投了一整劑下來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鳴的 除了熱天早安之外 當然衛泉龍今天的洋將陣容也滿穩定的 不過因為他們等於前面一直讓了一個洋將 其實一直掃了一隻棒子 最近找了古德溫來 表現好像沒有像是大家所期待的那種洋炮的感覺 因為衛泉龍今年有一個洋將的這個所謂優惠 所以必須還能有一個洋炮 那這樣的話其實以衛泉龍整個現在的隊型來看 其實在這後面關鍵的比賽裡面 也是考驗著教練團會不會持續讓古德溫去防守外野 那我要來一個挖洞 這個洞有多大 我覺得蠻大的 因為衛泉其實三羊頭都很穩定一整年 那他們其實也度過了蠻長時間沒有洋炮的時間 但最近衛泉當然戰績不是很理想 那如果古德溫發揮的不好 會不會直接就不用這個洋炮 找一個狀況好的本土球員來頂上這個位置 我認為會啦 因為其實王偉忠林紫玉跟郭玉政其實到現在都表現得還蠻穩定的 那教練團他評估的是這個洋炮對球隊的隊型有沒有戰力增加 那如果你這段時間一直下來 看起來如果沒有那麼好的效果的話 教練團他一定會評估 那你看衛泉龍隊這一陣子下來其實打擊不是發揮的那麼理想的情況下 那你沒有那麼理想的情況 你可能會用頭手來這個動 那當然這個我們只是從旁猜測 還是得看教練團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跟做法 最後我們來聊聊富邦漢這樣好了 因為富邦漢這樣真的要打進肌肉袋 只能靠奪下下半季冠軍 他們今年其實在洋將的部分感覺也是一波三折 那你可以看范米特其實從今年祭出一直到現在 他吃局術的能力都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比賽當中他就是投不贏 如果說范米特再加上富蘭哥 那現在來的安德勝 那當然大家知道安德勝在D場 好像投的內容不差 可能有一些隊友的失誤的因素 所以教練團會不會持續讓安德勝持續上場來表現 我認為會 那因為今年本土的江紹慶與郭俊仁 好像滲頭沒有那麼多的情況下 整個隊型可能就會多少會有影響到 所以滲場數不多的情況下 又加上洋將表現的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整個戰績就會拖垮了 最後我們來點名一下好了 就是新加入的洋將 包括宗益兄弟的奧特羅、泰勒 統一的羅薩、克維斯、衛泉的古德溫、霸曼 那富邦的話有富蘭哥、卡洛斯、安德勝 跟樂天、必贏多 你覺得這些人誰會成為下半季 那支球隊的最關鍵的因子 哇還蠻多人還沒開箱耶 霸曼、卡洛斯 真的是一開就一翻兩瞪眼 泰勒算不算 泰勒算好 你要直接先賭一個已經先拿下滲頭的同手 那剛才也提到泰勒他已經拿下兩勝了 而且又蠻符合教練團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其他 我那天是有看了霸曼他的過去的資歷 但是這中間好像是兩年 有點消失了 對 那一般認為 霸曼我是比較看好霸曼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如果他跟他過往的資歷差不多 對 如果你表現不要差太多 那其他卡洛斯阿 然後奧特羅 當然沒有太多的印象 那這個可能到時候 就考驗教練團 對對對 到底要用誰 對 那如果你剛剛這幾名 當然泰勒現在已經有拿下兩勝了 我當然就賭出他了吧 對不對 那看看衛選總的霸曼會不會開箱後 會不會直接對球隊有一些好的影響 那我既然大帥已經賭了一個霸曼跟泰勒 那我就來賭一個羅薩好了 因為那個樂天的教練 全部圍一排啊 在那邊看他 然後連翻譯都用西班牙文來舒服他 跟他說 喔你這個力量真的很強 然後你知道羅薩回答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這個還好小意思而已 所以我相信他這個自信的態度 所以我相信羅薩可以成為 統一在下半季最後衝刺的關鍵因子 那不知道各位其實對於這些洋將 有沒有什麼你心目中覺得 所以成為扭轉戰局的關鍵因子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印象 開的福袋還不錯的洋將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亞烏好冒棒 我們也謝謝大帥跟我們分享 謝謝 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這是我第三次開刀了 然後前面兩次都是輕創的手術 所以第三次就是任戴一隻手術 所以比較 平衡一點嘛也還好 趕快 趕快 因為一開始我反應手在不舒服的時候 那防護員覺得可能覺得還好 可能只是因為可能疲勞吧 加上我們修賽季的時候 一直在訓練還是有在丟錢 那我們就先第一步但是做保守治療 那第一步沒有 第一步保守治療沒有效之後 才在就是PRP 打完PRP之後再出來丟的時候 還是在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就知道 就一個底座可能就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了 我是心裡身邊是覺得還好 就是沒有太大氣 就是覺得說 開開或許把 可能裡面還有其他東西 像骨刺啊 或是神經之類的東西 把它全部都一次弄好 或許這樣對自己也比較好 我的一天嗎 就是 早上起來嘛 就是先進房屋室熱服 然後做一些伸展 然後就是開始我的課表 現在開完刀才快兩個月 前面第一個月就是 一些小基礎 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 有太大的那個角度 所以我角度限制 我不能外翻 所以我就做一些可能只做 手腕啊 然後手指頭 因為我剛剛開完刀的時候 手指頭很容易嘛 開完刀一個月後 已經開始在做重量啊 然後做一些 凹角度的動作 就開始慢慢進入 可能這段期間 我都要很認真的凹角度 如果我沒有認真的修好角度的話 角度沒有到位的話 我可能就是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凹下去 你眼淚會直接從旁邊 不自覺的流下來 我覺得一開始跟 開始牛棚的時候最難拿 我們一開始開完就是固定 固定完之後 如果你要伸展角度的話 會卡住 因為畢竟開過刀裡面 很多沾黏組織 所以會卡住的話 其實你要硬要凹的話 硬要伸展的話 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一開始只能這樣 然後後來就變 角度變得越來越大 後來就是 牛棚的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不順的事情 比如說 哪裡又不舒服啊 拉扯的感覺會讓你很不舒服 對啊 所以這些 都是他未來需要克服的東西 不便喔 就是 一開始 好像前兩個禮拜 有辦法正常洗澡 就 整個人都很 不舒服 然後後面到現在是 可以正常洗澡之後 是有辦法正常的洗臉 不過 我在洗臉還是有點困難 一開始當然還是會擔心 就是沒辦法 開完刀之後 沒辦法像以前一樣 在場上 都有那麼得心意識 可是其實 這樣看過去開刀的 開剃這個例子 感覺大家都 好 好滿多 甚至比開刀前還要好 那這個過程 要好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 附近要認真做 然後就是 會痛 我覺得會痛 但還是要忍耐 雖然我一直 抵抗 那你防護人會幫你壓好嗎 對啊 我還是會抵抗 趕快回到球場吧 然後甚至 丟得比之前還要更好 那其實 我們的進度算是快 因為正常三個月 或是四個月以後 我們才能去做一些 像我剛才做的那些 你要增強你的肩膀肌力 還有你手肘部分的肌力 所以 這會比較重要一點 你肌力增強的話 你投球就比較不會受傷 現在就遇到就是 因為復健過程很無聊 因為真的滿無聊 每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所以 我是剛才說 你要想別的方法 讓自己不要那麼無聊 一年這個過程是不是滿長 所以要調試的話 盡量就是 不要看我們比賽 因為看我們比賽 手也很癢很想投 然後好好的做復健 為你未來做準備 會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大家樂趣嗎 就是可能有時候 我們在做重量的時候 可能 無聊了 然後就會看學長他們 他們在跳舞 像Ethan 因為他跟我一起開招 還有品牌他們 他們有時候 在放音樂的時候 做到一半 然後就在那邊跳舞 不然是在重量的時候 在那個 防護室的時候 我在做課表 然後看他們兩個在看著手機 然後等一下 我想說他們在看什麼 我就看了 他們在取票 而且 你有加入他們嗎 沒有 因為 泰國細胞不太好 走一顆變化球 三陣出局 又是Strike Out的賽 結果這個變速球 還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連8K啦 觀眾朋友 今天的第11次三陣 都是 丟完之後下來才知道 因為你在丟的時候 你不會去急說 我今天丟幾個三陣 我今天丟幾個三陣 就是 就丟嘛 就是順順的一直丟 下來的時候他們才想說 欸 全部都是三陣 真的假的 不是有人打出去嗎 紀錄 當然圓能破也是最好 對自己也好 那 我最主要做就是 我能夠幫助球隊的話 那是更好 把局數拉長 先發投手嘛就是把局數 把比賽帶到後半段 那剩下的就是 交給中繼後擁 這樣先發投手才是 合格的先發投手 去年我就是 可能也有球數上限制 所以我沒有做到一個 合格的先發投手 所以這點可能就是 慢慢的要去改進 所以去年其實 自己還是有遺憾 沒有完成 那種的 給我的任務 100局嘛 然後再來就是 自己想要就是100K之類的 那 會去想這些東西 就覺得 明明我可以做到 什麼東西 可是我卻沒有推到 有時候就會一直想一想 就一直在那個循環裡面 就一直想 上半階我在丟的時候 可能都順順的 就是在怎麼丟 可能都覺得 都還不錯 可是下半階 開始遇到 就是說體力下滑的時候 可能心裡就會想說 就是不適合當先發投手 其實那時候也就去問回中堂 他也有 其實也有跟我講說 先發投手 該怎麼丟 先發投手的任務是什麼 後面就是想 可能想開了 這可能就是 我就丟嘛 盡我所能 去完成這場比賽 不管他會壞 那就是 好的 我就留著了 那壞的我們就是 要檢討這樣 不會 在心裡面起伏這麼大 慘了一句話 先進一個半句了 沒有 這是我進來第一次開刀後 馬上去吃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主耶穌說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那其實 我也喜歡他這句話的原因 是因為 時刻會提醒自己 要相信自己 不管好與壞 相信自己我一定 都能做得到 做到自己想要的成果這樣 幾乎我每天都要看著他 這次每天提醒著自己 我在D.O.H.比賽的時候 我可能 穿場就看不出來 可是 我下去的時候 我還是看得到 因為 他刺在上面 是我心裡記住 有時候我會在 自己的社群上面 就是發一些文章 可能就是 哀笑的人 運氣都不會太差 類似這種 但 發出來可是我也相信 自己 選18號也會想成為 球隊 球隊中 18號 很多人都說 18號是在一個 球隊中是一個王牌 那 其實自己也想成為 會拳龍風的 一個王牌的時候 給自己一個 期許吧 每天朝有鐘禮 去做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復健 還是我已經正常 在練習比賽這樣子 要讓自己 匹配得上18號 那 今年最滿意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 今天已經是12月29號 馬上就 又要老了一次 但是你想 時間還是非常公平的 就是大家跟我 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類 所有的生物 在這一年都老了一歲 而不是都成熟了 都成熟了一點 今天這麼喜慶的日子 咱們就一起來總結一下 今年我買的這麼多產品 裡面最滿意的 十關這邊 Top10 那麼第十位 競爭還是非常的激烈 我本來是想把 菲利普的 HewPlay Syncbox 要把它給加進來 這個東西 相當的智能 非常的智能 11點然後開啟這種粉色的小燈 然後它還可以把咱們的Switch PS5 Apple TV 還有這種機頂盒 反正只要是帶HDMI的 我們都可以連接到這個集體裡面 它最多可以連接四個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一個動態的 這種燈光的效果 咱們看什麼電影 或者是在線小電影 還有這種玩遊戲 都可以有這種非常帶勁的效果 但是因為我平常玩遊戲 玩的比較多 所以我這樣集中之後 基本上看不到外面的這個 看到這個外面的這種燈光 只能看到電視中心的這種點 所以呢 體驗不是特別的明顯 比我那個 稍後我會講的那個屋這兒 那個震動馬甲 比那個要弱很多 而且再加上它價格比較多 所以呢 就不把他放到第十位了 那這樣最終 那這個第十位 就是可以有效的解決咱們鋼區的 這樣的一個Switchboard 智能家居 大家看這個做工是不是非常的麻煩 韓語叫賀布 和咱們的藍牙溫度濕度計 再加上咱們的手機的APP 他們三個來一個3Play 就可以達到智能 控制咱們室內溫度的 空調溫度的程度 那大家看這個東西最好用的一個功能 就是咱們的自動化功能 環境大概看到我夏天是把這個溫度 只要室內的溫度大於27度 我就讓它自動開啟 然後低於26.5度 我就讓它自動的關閉 我們來改一下 把溫度調整於現在室內的溫度是20.4度 我讓它只要高於19度 我就讓它這個空調自動的進行開啟 SWC 插插的大量風還非常的帶劲 然後我們再來設置一下 我讓它低於21度 就讓它自動的關閉 自己就關了 就比如說夏天 我就可以讓它溫度 特別是晚上 我就讓它永遠維持在26.5度到27度之間 所以家裏面有熊孩子的朋友 或者是咱們獨處的朋友 自己在家住的朋友 反正是只要有人類居住的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這個東西不需要咱們這個空調 支持智能家具的功能 只要咱們的融化油空氣 跟咱們的設備進行聯動之後 都可以達到這種自動開關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這個東西唯一的缺點就是 就是有一點稍微那麼延遲 比如說在夏天 這個溫度已經到了 我設定是大於26.5度 它已經到了27度了 它還不開啟 然後低於26.5度 就是已經到了26度了 它應該關閉了 但是它依然沒有關閉 但是它終究還是會開啟或者是關閉的 它這還是會正常的運作的 所以雖然有一點延遲 但是依然給我這個夏天已經過去的夏天 帶來了非常好的體驗 就是生活質量有了大部分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給放到第10位 我知道相關的產品有很多 我本來是想要買小米的 小米做工肯定是要比它好一點 但是小米的在韓國要買的話 要等十幾天大概兩周左右 所以最終還是非常著急 當時就買了switchboard 雖然有一點點吃 但是還是非常滿意的 OK 那麼第9位 第9位也是相當激烈 有一家的價格非常帶勁的 血果皮的小道 還有一粒牌的咖啡機 大家看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整個造型 整個造型非常的簡單 然後都是這種機械結構 不是這種自動化的 所以出故障的概率非常的低 這要再出故障的話 真的是沒什麼好說的了 大家看 就有時候需要手動操作 然後在這裡面 咱們把它們賣的專用的膠囊 把膠囊放進去之後 給它咔嚓這麼一加熱 就可以享受非常美妙的咖啡的味道 兩個眼睛低流原的非常的可愛 這麼一小功夫 它已經給咱們加熱完成了 然後按一下這個按鈕就可以噴出 它這個咖啡味還不錯 味還不錯 噴噴噴的 噴噴的 Espresso 太燙了 而第九名的後補就是咱們一加365的 Velidifor 就是削皮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用了這麼好幾個月 依然讓我感到非常的滿意 而最讓我驚訝的是 這個東西啊 是我這輩子削皮的這個體驗中最好的 大家 我們可以這樣來回的咔咔的 非常快速的 就可以把這個皮給消耗 JESUS PRIZE 我們可以這樣來回的弄 削過皮的原來就可以這樣來回弄嗎 這我不太清楚啊 但是這個大家看用了這麼好幾個月 依然非常的鋒利 依然這麼的順滑 一個胡蘿蔔 就這麼快速的就被我把皮給消耗了 雖然它價格非常便宜 但是給我的這種體驗 是其他的東西無法比擬的 所以我個人來講更想把它放到第九尾 不知道大家更喜歡哪 第八位就是咱們的污漬震動小馬甲 這個東西真的是越用越帶勁 我剛開始買完之後 多少有一點感覺 是不是感覺沒必要 但是用了這麼久之後 我感覺真的是非常的爽 有些東西像這個東西 你看我每次用之前 我都要給它戴上 其實非常的繁琐 腰部這樣給它固定住 固定住之後 然後聽音樂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跟咱們的手機 通過藍牙進行連動就好 所以佩戴起來多少有一點麻煩 但是它如果給咱們的帶來的體驗 比咱們消耗的能量還要帶勁 這樣的話我們就覺得這個產品非常滿意 我現在就是這個感覺 所以我現在一天不停 一天不把我自己給震一下 不震一下自己 就有一點不爽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不爽醉 現在這個都有點上癮了 這每天都必須震一下吧 那上次給大家聽了那首 Warning's Day Billy Road 給大家聽了之後 大家翻唱還是非常強烈的 都說是讓我別再唱了 今天咱們來一首快節奏動 現在這個視頻我每天又不搭配我的震動小馬甲 聽一遍都感覺風神的癢癢 大家一起來聽一下 這個也是非常上癮的 今天我最滿意的產品第七位 又是咱們的年貨 iPhone 13 Pro Max 雖然今年的iPhone 13 整體變化不是特別的大 但是因為我每天用的 用它的頻率非常的高 所以之後又把它給加進來了 今年的iPhone 13 我最滿意的三個點就是它的續航 然後它的一如今往優秀的拍攝的能力 另外再加一個微距拍攝的能量 微距拍攝的時候 在我出門在外拍攝Vlog的時候 還是非常的有用 這個是比去年iPhone 12 Pro Max來講 非常大的一個優點 另外就是它的續航 出門拍攝Vlog的時候 一天拿在手上 真的是心裡非常的有力量 然後就是它的攝影的能力 一如今往非常的出色 咱們使用廣角視頻來拍攝的時候 大家看 就使用廣角視頻來拍攝的時候 這個畫質相當的帶勁 另外咱們阿芬一如今往非常出色的白頻行 所以拍攝Vlog來講 真的是綽綽有餘 這個性能是完全的夠用的 另外它這三個非常好用的焦段 出門在外用它來拍攝Vlog 真的是有那種一擊在手 世界我有的感覺 所以整體感受還是非常的不錯 我今天最滿意的產品第六位 就是咱們的老公牌的A9S吸塵器 大家看用了好幾個月之後 我發現這個東西真的是 比咱們的Dex要好用很多 首先它自帶支架 然後它是兩塊電池這一個 然後咱們這邊咱可以給它抠下來之後 好 用沒電了之後 咱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咔嚓一下子 又可以接著洗非常待見 所以平常這個鳥和我那個熊孩子都在家的時候 坐在沙發上一起看視頻和跳個舞 它倆享受天輪之樂的時候 我就可以非常高效的把它在這個鳥的香給它鏟掉 然後再用它把這個鏟掉的香給它洗走 再加上它有抹布的功能 我換上這個抹布頭之後 可以邊吸邊擦 因為這個鳥香我現在非常的痛苦 非常像把它給關進這個籠子裡面 但是因為我那個熊孩子在家 說它把關在裡面非常的可憐 所以這個門是長年保持這種打開的狀態 只要我一靠近它就知道我要把這個籠子門給它關掉 所以馬上就會跑出來 OK 那麼今年最滿意的第五款產品就是這樣的一個震動的 不是震動電動的打掃棒 那我今天用完這個產品之後 人生也是發生了巨大改變 我的人生現在可以分為使用這種震動 不是震動 電動打掃棒之前和使用這個電動打掃棒之後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好用呢 我過去在手勢的時候在擦的時候都是要跪著 使用這種半吨的紫身 然後使用這樣小的非常短小的小刷子 手動的進行刷所以非常的累 但是現在咱們使用這個電動打掃棒之後 就可以非常輕鬆快速的站著 就把這裡面給清理乾淨 那為了給大家演示清理的效果 我們家是故意有一個多月 沒有做這個特色 背負了 昨天我就簡單地刷了一下 多看這邊就已經變得非常的乾淨了 簡單地刷了一下 如果我們再仔細刷的話 這邊都可以被清理得更乾淨一點 所以有了這個電動打掃棒之後 清理起來會更加的輕鬆更加的省力 但是我們還是要經常的來清理 不然這種非常深的污垢 清理起來還是需要費一點功夫 我呢今年我最滿意的產品第四款產品 就是咱們的M芯片的iMac 我用了大半年的時間 整體感是真的是非常的滿意 那我用了大半年下來 總結下來它四個優點 最大的優點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設計 外觀的設計 大家看這麼薄的台式電腦大鏡 這麼薄的這麼鋒利的邊緣 看起來就非常擔心 另外它背面藍色的這種全金屬的背板 這邊都是金屬的 所以摸起來非常的冰爽 非常的有質感 大家能靠著哈啟嗎 那據我所知它這個設計 是咱們的前首席盛優 喬娜3LV也有參議員 所以它整個造型非常有蘋果的感覺 把它放到咱們桌面上 或者是放到咱們的空間裡面 或者是把它帶到星巴克 都是有一種震撼的感覺 可以讓整個空間的氛圍都可以得到勝華 它第二個最大優點就是它的養生器 養生器的話 大家具體的音樂的評測體驗這個效果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詳細的評測視頻 那麼現在就給大家聽一下它開機的這個 的聲音就可以 可以 非常遮憾 那麼第三個優點就是它的這塊屏幕 首先屏幕顏色一如既往 就是非常像蘋果那種顏色非常的準確 另外一個咱這塊屏幕大家看 大家看這塊屏幕 它表面這是這種鋼化玻璃的材質應該是 所以非常的健硬沒有任何的划痕 而相比於之下咱們的老公團的27媽的我靠了我看一下 大家看這邊就有劃痕了 這邊這邊這邊都是劃痕 所以它整個屏幕材質非常的耐用 用了大半年依然非常的乾淨 就跟新的一樣 那它現在唯一比較遺憾的地方就是使用了Ami芯片 相比於最新的Ami Max 十六因素的MacBook Pro 相比於它來講 速度稍微有一點的默暖 不是特別的流暢的感覺 所以這一點比較遺憾 但是沒有關係 咱們的蘋果 Apple Tim Pro 阿库 它明年就會給咱們帶來Ami Pro 或者是Ami Max 芯片的Ami Pro 到時候這個性能又會跟咱們的Ami Max互相上下 然後再過幾個月 M2芯片的Ami Pro 不是MacBook Pro又會出來 到時候明年的那個Ami Pro 和Ami Max的iMac Pro 又會達到一個不太夠用的感覺 然後又到後面 但是現在這個Ami芯片的iMac 它整個性能還是非常的夠用的 雖然對於我來講稍微有一點不錯 但是我個人感覺 對於大部分人來講 這個性能絕對是抽抽猶豫的 雖然到了明年咱們的iMac Pro 會有更好的效果 但是它這個價格也會同時的上漲 所以我個人來講 今年的這個M1的iMac Pro 依然是一個非常值得主售的產品 真的是 整體就是非常的棒 我給他們今年我就買一個第三塊產品 就是我現在正在開的這台Ami Nicole 那我作為這個科技師品創作者 這種電子產品 車能 這種能充電的車 不進前三的有點說不過去 那這台Ami Nicole 基本上90%的時間都是我們家那邊在開的 那現在這個10%的時間 我在駕駛的時候都感覺非常的愉快 心情非常的舒暢 沒有任何的這種油鹽味 雖然平常車的咱在車裡面也玩不到 就是感覺非常的環保 這個就跟蘋果的風格非常像了 然後因為它是用電的 所以就感覺出門 無論去哪兒就感覺你的消耗不是特別大 而以前的這個油車每次加油都是感覺 一種在消耗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 還是大家都有這種感覺 總之這種沒有消耗的非常環保的感覺 讓我非常的滿意 另外就是這個電動車 它這種駕駛的感受 我之前開油車的時候沒感覺到 就是怎麼講 就是沒感覺到這個反應這麼慢 現在開完電動車之後 再開我那個油車就感覺起步怎麼就那麼慢 所以整個駕駛感受 然後噪音 車裡面的這種安靜的感覺 都是過去的油車無法逼命的 這台電動車我個人來講非常滿意的幾個點 只有有它內飾 灰白色的內飾 看起來非常的有未來科技的感覺 所以每次坐進來都感覺非常的舒暢 比我之前那個油車大黑的內飾 比那個要舒爽很多 另外它這個空間大家看 我進來之後 把這個包直接就可以放到這邊 然後咱們這個 Universal Island可以隨意的移動 再加上它兩邊的座椅 咱們可以來一個 大家看後面因為有我的這個iMac 所以不能再養了 它其實還可以再養 然後這個小腿也可以直軟起來 可以墊咱們的小腿 所以整個姿勢就是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方便 可以滿足很大部分人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另外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V2L vehicle to load 大靠了嗎 我們不僅可以用 不過這個V2L 我們不僅可以給咱們的設備進行充電 像咱們的iMac也可以帶進車裡面使用 所以平常咱們在家裡面經常使用的那種 加用電器 像吹風機 加速器 只要是大80V插口的那種加用電器 我們都可以 只要能帶進來 我們都可以在車裡面使用 而這個功能 比想像中還是非常的好用的 所以下一個目標就是 大部分人在車裡面玩一下這個PS5 剛才那個腳步太曬了 我們換一個地方 那下面我們就來說一下 今年最滿意的產品第二個 這個就是咱現在正在拍我的 是我的SORONY的A7S3 我用了這幾個月之後 我最滿意的一點還是它的畫質和這個顏色 它的畫質 然後這個銳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銳利 非常的帶進 然後它的顏色呢 也解決了SORONY相機 一如既往有的那個 有一點發紅的問題 所以它整個顏色幹起來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 怎麼講 又自然又 beautiful 又有一點數碼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拍攝的這些視頻 基本上不會再做後期的調色 基本上就是直出的那個顏色 也就調一調亮度之類的 所以整個顏色效果 畫質我來講非常的滿意 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咱們可以拍攝4K六幀的視頻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那60幀的視頻 整個視頻會看起來更加的真實更加的流暢 但是這台相機還是有一定的缺點的 就是它也有發熱的問題 在夏天比較熱的情況下 我們拍攝4K六幀視頻 拍攝40多分鐘 40分鐘50分鐘 就會出現過熱關機的問題 那拍著拍著 我說正起勁的時候 它突然一關機 我這個心臟就感覺非常的難受 但是相機作為我最主要的生產力工具 它這個畫質這個顏色 再加上4K六幀的視頻 所以綜合起來我覺得這個投資還是相當的值得的 我跟它今年最滿意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我最主要的生產力工具 移動辦公的小電腦 咱們的ME Max 16英寸的MacBook Pro 雖然關於這個設計 我當初評測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它已經失去了蘋果設計的靈魂 但是用久了之後我發現 我可以出賣我的靈魂 就是在性能面前 這個設計一點都不重要 但是這個設計看久了之後 還是非常的帶勁的大家看 全面屏的屏幕 雖然有咱們的小瀏海 但是這種窄邊框帶來的這種正面上的視覺衝擊力 這個感受還是非常的不錯的 那麼看久之後 再看過去的ME的MacBook Pro 13英寸的 就感覺這個邊框有點太寬了 然後咱們 哎呦 這個就是我使用這個透明保護殼的雲 平常這種刻刻棒棒 都不需要擔心 我們就可以一直使用這個非常完美的機體來進行創作 然後這個純黑色的鍵盤也是看久了之後感覺非常的Pro 看起來非常的乾淨帶勁 關於它的設計 依靠咱們蘋果的精彩的做工 這種精彩的做工 咱們看久了之後還是非常順利的 雖然看起來非常的厚 但是這一點都是可以忍的 最後一個最大優點就是它的性能 現在使用ME Max這個芯片來剪輯視頻 真的是非常的流暢 這個工作效率真的有大幅度的提高 無論是剪輯的過程中 這種咔咔咔咔的這種一切合成的感覺 再到導出的時候 這個縮短的導出的時間 這個體驗真的是 真的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我再來看一下這個還有哪些讓我非常滿意的地方 另外還有它的揚聲器 還有120Hz的屏幕 這些綜合起來用起來 真的是我個人來講 用過最完美的Mac Pro 所以今年雖然買了這麼多的產品 但是讓我最滿意的竟然還是咱們的 Apple、蘋果、MacBook Pro 因為我每天使用它的時間真的是非常久 而且沒想到這次ME Max給我帶來的 這種全新的感受 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所以今天最滿意的產品 就是咱們的ME Max 16英寸MacBook Pro 我給大家監視時間就讓我們下去 一萬秒關 我又要成效了 掃描之後靠近我們的AirTag了 Hello 大家好 早上 早上起來先來250毫升的水 哦 我是很堅滿 我從來這裡 你說 килwa 它這個看 satellite看 使 centers 這樣 parle飛 我不怕 我算是嗎 十三 十三文件 嗯? 八加五十四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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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怕 这个蛋蛋结的非常严 今天早饭是这个蛋蛋和米饭 再配上这个 专门吃蛋的酱油 熊孩子在幽园 跟他们老师一起做的这个菜 味道还不错啊 还有我们家那位做酱牛肉 你先摸个吧 啊 摸个吧 还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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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中國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嗎? 嘿,大家 今天 我 很開心 非常開心 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媽媽做的醬牛肉 醬牛肉 吃吧 媽媽 不可以吃嗎?我們是一般吃的 不是 媽媽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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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很喜歡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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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你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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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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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後來像這樣一杯咖啡 可以為我們的大腦充電 就可以讓我們的大腦非常嗨 非常有效應 好 我次出去心裡話我這兩天在工作上確實是遇到了一定的瓶頸 這個坎怎麼都過不去 但是這時候我就想了一下 越到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心態一定要保持這種空杯的心態 然後也不能著急 一定要順其自然 就這樣我們的瓶頸才可以非常平滑的度過去 但是說實話確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大家看我現在已經來到了級別2 離級別1就差18分 達到12分才可以保急 達到18分才可以升級 三場比賽我如果全贏的話是9分 一共加起來是15分 那即使這三場比賽我全贏了 我還是不能升低 所以今天這個目標先放鬆心態 我們先來保護機吧 漂亮 給 挑撤 大家看 IL大哥來了 我馬上來開箱一下 這個應該是裝AirTag的小包包 我們來撕開看一下 大家看 使用了這種塑料袋子進行了固定 這個非常的聰明 然後我們就從裡面這麼一掰 然後 這裡面有一個包裝明細書 AirTag Let Kid In 這邊同樣有一個小的啾啾 沒有任何的味道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 哇就這一個東西它賣上鬼 這個是給我們家那位買的 這個叫AirTag Loop 也是沒有任何的味道 然後它整個質感摸起來 也不滑也不乾 感覺有點怪怪的 這個應該就是本體了 我們馬上來把這個撕個一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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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的是4 pair 但是它包裝上面只有一個AirTag 嚇個一跳 我還以為它發錯了啊 我們來打開來看一下 它使用了這種翻折的折疊的打開來擺開來擺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4個 哎大哥 哇 這麼小 哇 哇 Jesus Christ 非常的小 長得就像 烏紫棋一樣 不是烏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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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會播放蘋果專業的動畫 非常專業的動畫 AirTag動畫 我們點擊連接來看一下 背包 現在不能上班了 所以不能用背包 耳機 現在不能上班了 基本上在家用 錢包 現在不能上班了 基本上在家用 散 手提包 外套 相機 心理箱 鑰匙 OK 點擊繼續 將AirTag註冊至您的Apple ID 好我們點擊繼續 正在設置 發出了一個非常清脆的聲音 我們點擊完成 現在有一個扭扣的東西 我們這樣一擺 然後把我們的AirTag往裡面一塞 然後 然後 我們這樣 一扣 把我們的車鑰匙放上去之後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效果 然後呢 我們進入我們的查找來看一下 據說在韓國啊 它是一個半成品 在您身邊 我們播放一下聲音啊 它的這個聲音呢 剛開始是有一種像鳥叫的聲音 噢噢噢噢這種聲音 然後到後來呢就是帶有截子